浓缩的语言 经典的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精致 最璀璨的瑰宝 短短几个字 就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种情感 一番人生感悟 想领略一下 成语世界的精彩吗 那就跟着漫漫老师 一起进入 漫谈成语的世界吧 大家好 我是漫漫老师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要和大家谈的成语是 富弥养亲 富弥养亲 也叫未亲富弥 百里富弥 是全项24校师选 也就是24校中的故事之一 讲的是孔门弟子 也是孔门使者之一的子鹿 他的消息故事 子鹿名叫周仲游 是春秋时期鲁国人 自子鹿纪鹿 他从小家境贫寒 却极为孝顺 平日里自己常常吃的 就是鼠米和鼠类的粗粮 但为了让父母能够吃到米饭 他就步行百里之外 背米回家 奉养爽情 父母去世后 此路游学到了楚国 得到楚王的重用 请他做了大官 给他优厚的待遇 随从马车就有上百辆 每年给他的俸禄有万种之多 古时候的人都是席地而坐 坐在席子上 子鹿家境贫穷的时候 用的都是极为单薄的席子 等他坐光后 席子上铺上了厚厚的坐垫 特别舒服 每日燕影也是山珍海味 极为丰盛奢华 但是子鹿并没有因为享有 荣华富贵而开心 反而叹息地说 现在我就是再想吃 熟米和番薯 为父母从百里之外 背米回家 也不可能了 穿在绳子上的干雨 能有多长时间不腐坏呢 父母的有生之年 快得就像白居过戏 孔子对子鹿的孝心 大为赞赏 他说 子鹿侍奉双情 可以说是父母生时尽力 父母事后 急尽追思啊 这个故事 记载在了孔子家语 至思中 因此 全项二十四小师玄 这样写道 周中游 自子鹿 家平 常识 叔叔之时 为亲父母百里之外 清末 难游于楚 从车百成 急速万中 累入而坐 列顶而食 乃探约 虽遇识 叔叔之时 为亲父百里之外 不可得也 有失为诵 诗曰 父母供干指 宁慈百里遥 身容亲以末 游念旧取劳 子鹿比孔子小九岁 拜孔子为师 是因为和孔子 不打不相识 孔子家与子鹿初见 记载说 子鹿初次见到孔子的时候 孔子问他 你有什么喜好吗 子鹿回答 我喜欢常见 孔子说 我问的不是这个 是说 以你的资质 再服以更多的学问 不是可以达到 更高的造诣吗 子鹿问 学习就能增长造诣吗 孔子说 如果君王的身边 没有敢进见的大臣 就会在正式治理上 偏离正道 如果君子的身边 没有指教的朋友 就会听闻有误 要想驾驭猎马 就要马鞭不离手 要想射箭 就不能不用 辅正弓弩的琴 锯木要想笔直 就要用墨绳拉线 人能接受箭言 就能成为圣贤 接受教导 多多求教 还有什么造诣 不能增长呢 被得行恶之人 定会受国法惩罚 所以君子不能不学习啊 子路不以为然的说 南山有一种竹子 不需揉烤加工 就很笔直 砍下来做箭 能穿透牛皮做的铠甲 这样说来 有了天赋异禀 又何必要去学习呢 孔子说 如果劈开它 在一端树上羽毛 再给它加上金属的箭头 它不就能射得更加深了吗 子路听后对孔子败了两拜 说多谢先生教导 后来子路就通过孔子的学生引荐 身穿儒服带着拜师礼 请求成为孔子的学生 从此子路就成为了孔门弟子 和孔门使者之一 也是追随孔子时间最长的弟子 由于他勇武异常 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 成为了孔子的守护者 因此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 孔子说 自无德由 恶言不闻于耳 意思就是 自从有了子路后 就再没有听到恶意重伤的言辞了 子路性格爽直 为人勇武 信守承诺 忠于执受 而且多才多艺 尊师重道 《论语书》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原文是这样的 子疾病 子路倾倒 子曰有诛 子路对曰有之 磊曰 导尔与上下神奇 子曰 秋之道久矣 意思就是 一次孔子生了重病 子路就为老师向天地神灵祈祷 希望老师尽快康复 孔子说 您有这么做吗 子路回答说 有的 磊文上说 为您向天神地神祈祷 可保佑您平安 孔子说 哇 很久以来就开始祈祷了 这个磊是什么意思呢 磊字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的 磊事业 意思就是 对逝去的人的生前功德所作的记录 人们以此定士号 就是给他的封号 不过呢 磊在这里 是一个通甲字 同磊字 意思就是 为活人累须功德 求福灭灾 孔子为什么说 自己很久以来就开始祈祷了呢 儒家认为 人是天地万物之灵 是天地的造化 所以 孔子每天的所作所为 处处都体现了 君子的风范 遵循天地之道 至纯至善 忠数仁慈 心怀苍生 无半分违背天地神明 以如此的高德 向神明祈祷 才是真正的祈祷 即使不去求神拜佛 神佛也会悄然获知 所以 孔子得知子路为自己祈祷 自信地说 求之道 久以 子路在老师病重的时候 消防周公为武王祈祷 向神灵敬述老师一生的修为功德 祈祷保佑老师康复 足见其尊实的全权之心 不仅如此 子路还是孔子中树之道的 最好的践行者 子路曾在魏国大夫孔亏家做家臣 是孔亏裔的裔载 也就是执政长官 当时魏国的国君是魏林公 魏林公的女儿伯姬就是孔亏的母亲 孔亏就是魏林公的外孙 魏林公的妻子男子是宋国的公主 但私生活不检点 太子快溃对此非常不满 决定刺杀男子 结果计划败露 不得不远走宋国 许愿前493年 魏林公去世 男子遵照魏林公的意愿 立公子尹 不成改立宽亏之子哲继位 这就是魏初公 孔亏是魏初公的表哥 魏初公继位后 朝政夺有孔亏处理 左传《哀公十五年》 和史记魏康书世家记载说 快溃的姐姐孔亏的母亲薄姬 在丈夫孔文子去世后 与内侍魏良夫私通 夕缘前480年 快溃与魏良夫密谋政变 从儿子手中夺回军位 杀了男子 快溃许诺魏良夫 事成之后有资格穿免服 做亲大夫 乘坐有帷幕的靶车 享有免死牌 去薄姬为妻 薄姬为了情夫 答应协助劫持自己的儿子孔亏 参与政变 这年任12月 快溃与魏良夫 遣回魏国 发动政变这天 薄姬亲自带路 劫持自己的儿子 强迫他加入兵变 当时孔家的仆人 轮宁发现快溃抓住了孔亏 立刻派人去叫子路来救孔亏 自己赶紧驾车 赶往王宫 救出魏出宫 送往魏国避难 子路接到通报 赶紧赶去营救孔亏 在城门口 他遇到了刚逃出城的孔门师弟子高 子高说 来不及了 你何必跟着孔亏一起死呢 子路说 拿了孔亏的俸禄 不能见死不救啊 子高只好自己逃走了 来到城门前 孔亏家臣公孙感 关警大门说 不要再进去了 子路说 你是我认识的那个公孙感吗 拿了人家的俸禄 在人家有难时却逃跑 我不能这样 识人之路 救人之难 这时 城中正好有识者出来 子路趁机冲了进去 为了救孔亏 子路与快溃派来的勇士 石起和余言去 交上了手 格斗中 他的帽带被敌人割断了 子路说 君子就是死了 也不能让帽子掉了 他停下搏击 捡起帽子 洗好袋子 就在这一刻 石起和余言去 联手杀死了他 那年他63岁 快溃令人将子路的遗体 施以海刑 剁成了肉酱 快溃继位 这就是为后装功 论语相当记载说 孔子非常讲究饮食 尤其喜爱肉酱 非肉酱不吃饭 但是孔子听说 子路惨死未果后 伤心欲绝 从此再也不吃肉酱了 子路为救主而殉职 面临死亡 他从容不迫 依旧正观结音而死 体现了深入骨髓的君子教养的大雅 和真正的孔氏贵族的风范 子路就是这样 用生命演绎了 何为忠孝数值 理性义勇的篇章 永垂青史 流芳百世 这就是负迷养青 这个成语的内涵和典故了 好了 今天的漫谈成语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关注订阅我们的节目 并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帮助我们传播传统文化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